美軍在中東地區軍事行動的最高將領表示 軍方已對美國在伊拉克摩蘇爾地區展開打擊伊斯蘭國組織 空襲行動時估計造成大約100名平民喪生的前因後果 展開正式調查 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陸軍上將約瑟夫·旭特 星期三在眾議院軍事委員會議上對議員說 伊斯蘭國組織戰鬥人員在人口籌密城市地帶作戰策略已發生了演變 他說伊斯蘭國戰鬥人員明白民軍對平民傷亡的敏感性 他們在利用這一點 由美國空軍准將馬修艾斯拉領導的調查組將對 造成3月17日平民喪生事件的所有方面進行調查 調查組將會翻看700多份不同的錄影片段涵蓋10日的空襲 還將審閱由人權組織提供的訊息 以及伊拉克軍隊提供的情報 旭特以上將說 雖然美國軍方領導人在得到額外的戰鬥授權之後有了戰術優勢 但軍方在防止平民傷亡方面的認真程度從來都沒有改變 他說他們不會放鬆作戰的規則 再次到λέ 戰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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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